预示炼日 占星师不会只说唐语欢信的喜事 若站在离天最近的地方,占星之术便也没什么难的了 我们注定重逢在光辉级的地方 哈啰,大家好,我是老师,喜欢我的频道,请按下订阅我的频道和铃铛,记住追踪我的IGFB,推去BB点还有Discord 哈啰,再来天井杰又成在离微信官方,中告这次的新英灵,那云家这是一个占星师,在属性剧情中天井杰所有原创的一个角色 那这次角色的职业是宇室,光宇室,属性为光,终于有一个光属性的宇室 那相信大家林凤已经用的很习惯了,对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天赋的部分,天赋的部分直接伤害给你25% 那看到这个数字,我一开始看到,超开心,哇,伤害提到25%耶 但是攻击之前呢,如果每移动一格,伤害会降低7-4% 那你最多就会降低21-12% 也就是说你,还是有伤害提升啊,但是你不动是最好的,你不动是最好的 好,再来是他的,呃,使用绝血之后呢,可以在自身周围展开两个的领域 又是一个领域,转二升天 那转二升天的这个buff呢,跟那个小线的buff其实有点像 那他就是受到法术伤害降低10-25% 那如果你超受到法术攻击之后呢,会拿一个debuff,变成随机的buff 其实这个后面的效果还不错啦 那...这个天赋呢,就很仰赖你的这个...这个... 这个...云佳,云佳呢,不要动,不能动,绝对不能动 那通常是...已经在敌方阵营里面,在攻击是最好的啦 那尽量不要动,你上下角度最高 但是...呃...有时候还是得动到,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呃...对...这个...呃...这个实在是很不好 不过没办法,因为他...如果直接上他25%真的...真的觉得太...太好了 25%很多耶...好...好,再来...这个...绝学的部分喔 穷光摆动,以香命反护和香命定袖,选择一个施放 好,那香命反护呢,这个是...主动使用的时候可以在指定的格子 不止左右布置两枚...这个陷阱 这个星固的陷阱,那可以持续两个回合 这个陷阱可以持续两个回合 那这个...星固呢,他是... 角色敌人呢,进到这个...陷阱一圈的范围内 一圈的范围内喔 他就马上出发,会使剩下两个buff,随机变成...随机的debuff 并且会施加风咒两回合 嗯...其实还不错啦,角色你打PVP 呃...去干扰敌人呢,应该还算是不错用啦 还算是不错用,你可以放到自己旁边啊 人家潮信要贴你脸或是干嘛的 兵你要贴你脸,你就放 你就放这个,啊!封他走这样 但是如果对敌方有带一些免疫封咒之类的齁 那就是有点尴尬,等于没有用 不过...万一你身上有两个buff呢 他是会变debuff了喔 所以...呃...相辅相成之下,这招还是有点用处了 而且...这招觉得他可以切换 所以...我觉得看...战场上... 战...惨...战...惨... 战场上面的状况去决定要放哪一个 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可调性还蛮高的 好,另外一招定秀这招 是主动使用的时候呢 在指定格子布置一枚新秀 哦...哦...都是陷阱,OK 好...那对,我以为另外一个是招式 那...一样...哦...他这是敌人进入陷阱的...两个范围内 那...就会触发 那...会对敌人造成一次的固体伤害...固伤 而...气血上线的30% 然后并施加食欲 哦...哦... 假设你有一些...你是打...那个...PVE的时候呢 你的人物身上并没有...降食欲的这个...飾品 那...这时候用那个...这个...云家... 我到...我到现在还很容易记不得他的名字 戴这一招的陷阱 那帮忙施加这个食欲 其实还不错 还不错 还OK啦...我觉得还OK 以一个语式来说我觉得还... 这个定位我觉得OK的 然后再来这个绝学齁 迷...加...戒...余...欲... 对范围内的所有的人造成零碟伤害 OK...伤害是... 伤害不重要 然后可以施加固步的buff 持续两回合 然后在警戒目标区的时候 就是说自身获得审判状态 持续一个回合 那审判的是... 敌方行动结束的时候 如果是在警戒的范围之内呢 则立刻对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零点四倍的伤害 好...OK... 那... 那...要嘛就是走 要嘛就是不走 对不起... 就是这样...干扰敌人 干扰敌人一回合 好...来... 但打PVE也是很有...很有效果啦... 因为是顾伤嘛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还可以啦... 好...再绝学旺... 旺徽...旺徽... 旺徽朝退 对范围内的所有的人造成零点五倍的伤害 龟拜气功啊 对... 未满血电人暴擊几个20% 那... 还有很大的速度范围 对... 速度范围蛮大的 然后可以对... 群体... 哦...还有群体击退一格 对... 击退目标一格 那... 配合陷阱可以打出去 哦... 放完陷阱再击退 然后去踩陷阱 诶... 这个绕也是不错 好...再来是... 绝学... 珠... 珠席垂星 自身... 获得星秀... 的状态... 和再行动 那使用后会切换这个星锤平野 并获得星石... 的buff 像这个技能喔 越来越多文字了 新秀是buff是射程跟绝学加2 ok... 还不错 然后... 无法移动 哦... 他就把你定死了 那你伤害就25%了 然后使用绝学后 两个范围... 范围气血最低的一个有方恢复气血 哦...可以恢复气血 是施速者的1.7倍 那... 星石的buff是... 切换线 哦... 是无法使用... 心锤... 哦...ok...好... 那主动使用的时候呢 这个心锤平野可以取消星秀状态 那... 并获得再行动 那使用后呢 就切回... 原本回去这个... 珠席垂星 诶... 还... 他是故意的啦 那你射程变2 然后射程变2 所以你不用移动 你应该打到敌人的几率也很大 ok... 看起来是这样 哦...他有阵法 复兴垂升陣 那...上陣暗跟雷 这暗是魔化黄虎生嘛 所以魔化黄虎生到底是暗属性还是雷属性 还是暗雷雙修啊 看...以人物的样子来看一定是暗属性啊 那他会不会雷属性的法术呢 这个就不知道了 那这个阵法呢 呃...后面的额外是伤害提升15% 那... 三格范围内没有一个敌方就降低... 降低5% 那就是...等于没有啦 最多是三格嘛 三格就降低15% 也就是说最好你的敌人 跟你自己呢是只有... 三格内只有一个敌人是最好的 通常都打那种大boss的时候好像比较适合齁 对不对 好 反正就是一个... 范围很广的一个光系 雨势的话可以放一堆陷阱 好 然后这边绝学参考齁 那魂神他这边推荐的俯虫跟罗鬼啊 嗯...俯虫感觉好像比较好对不对 好...那这部分呢 是这一次的云家的技能部分啊 我比较期待...明后天的这个魔化黄虎生的部分 那...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按下订阅按钢跟铃铛 记得最终的IAGFB继续BB还有几次狗 那有什么想法可以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一起讨论 大家晚安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那就不要再次再次火热了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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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处